雇主去世后 给我这个保姆留了八千万遗产 我打算把钱全部交给儿子儿媳 可是刚到家 他们却要把我赶出家门 儿子气得脸红脖子粗 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 一个月八千块呢 你想怎么着 以后就赖在家里吃闲饭 我原本雀跃的心瞬间变得冰凉 我哪里是回家吃闲饭 我是特意回来带他们过好日子的呀 虽然儿子的话很是商人 但我也没怪他 我知道他过得憋屈 而媳妇的妈妈是大学老师 爸爸是事业单位的小领导 一直觉得我们家高攀了 所以平时总会各种不代价儿子 嫌他家境差 赚钱少 我想有了这八千万 儿子以后就能挺着腰板了 不过我没着急说遗产的事 而是说出了回来的第二个原因 小迪不是在备孕吗 我想以后正好可以给他照顾月子 帮忙带小孩 而媳妇苗小迪脸色刷得沉了下来 做月子当然是找专业月嫂了 你一个保姆懂什么 亲家母歪了歪贼脚 目光比翼的撇向我 要说带小孩 那也是有讲究的 不是自我吃喝拉撒就行 得有知识 有文化 总而言之 不管是照顾月子还是带小孩 我这个做保姆的都不配 我心中冷笑 他们娘俩真是一点都没变 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不起人 不过 为了子 我不想撕破脸 依然继续说着客套话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添乱了 孩子的话 就请张教授多费心了 亲家母翻了个白眼 这个好说 到时候月嫂 月儿嫂的钱你出 我呢 负责管理和指导 这话让我胸口一阵憋闷 我没再说话 你还是继续下户当保姆吧 我懂了 他们三个现在是一伙的 都把我当赚钱生扣呢 我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我都58了 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 退休 而媳妇冷笑出了声 真是搞笑 你连一分钱的退休金都没有 退个哪文字兄 这话着实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当年也是想交社保的 是你们不让交 让我把钱省下来 给你们提前还房贷 怎么如今反倒笑话 我没退休金了 而媳妇气呼呼地把头别到一边 这怎么还怪上我了 应该怪你自己赚钱太少了 要是当初能全款买得起房 还会因为挣几个破钱 耽误交社保 儿子见他老婆生气 愤怒地朝我吼了起来 行了吗 小迪要被孕了 不能生气 总之 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 你必须继续下户挣钱 你看你身体这么硬朗 少说还能再干20年 80岁以后 再说退休的是吧 必须下户挣钱 而且还得干到80岁 我心中涌起一股悲凉 没想到 自己全心全意掏心掏肺的付出 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才明白 他们曾经的美好诺言 不过是为了哄我给他们卖命而已 儿子大一时 和儿媳妇谈起了恋爱 为了让儿子更有底气 也为了让儿媳妇放心假 我到外地当起了住家保姆 努力攒钱给他们买房 虽然这二人一分钱没出 但房产证上却只写了他俩名字 记得当时他们感激地说 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您 让您想轻浮 没想到 这所谓的孝顺 这所谓的轻浮 居然是在干20年保姆 我努力控制住泪水 语气坚定地开口 我说退休就退休 这件事 你们谁也说了不算 亲家母见我动了怒 语气软了下来 咱们有话慢慢说 这也不能说退就退呀 家里也没你住的地方 总不能饿着肚子睡在街吧 我呀倒是有个办法 两全其美 哦 什么好办法 张教授说说看 亲家母唇角勾起 脸上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 我觉得呀 你不如去当保姆办 保姆办是个什么东西 我假装没听说过 她一脸坏笑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就是保姆家老伴吗 而媳妇文言 不怀好意的大笑出了声 哎呀 这个主意确实好 包吃包住包还包暖被窝 而且工资也花不着 正好全给我们补贴家用 亲家母马上胳膊肘戳了戳我 隔壁小区瘫痪的李大爷就在找呢 要我说 现在就去报道 这么好的机会 别被别人抢了 我努力压住怒火 问儿子王卓 你也同意 让你妈给这80岁的老头当保姆办 王卓脸上划过一丝尴尬 再说了 李老头都80多了 又瘫痪了 不会把你怎么样 而且 如果他真的喜欢你呀 以后没准 还会把房子留给你呢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反正家里也没地方给你住 你今晚索性就去李大爷家睡吧 说完 儿子居然拨通了李老头电话 要给我报名 但没想到 我把整个人生都拼上养大的孩子 居然会这样对待我 我气得全身发抖 眼泪不争气的滑落下来 王卓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掏空家底给你买了房 你居然这么遭见我 不成想 我的话却刺痛王卓 他一脚踹翻了我的心理箱 你辛苦 还不是你自找的 要不是当年你和我爸离了婚 咱们会过得这么穷 我本来应该是个富二代的 都是被你给生生毁了 我告诉你白青云 这一辈子 你都是欠我的 我呆呆地看着王卓心红了双眼 半天没缓过神 心口一紧一紧揪着疼 几乎喘不过气来 我当年之所以离婚 完完全全是为了他呀 如果不离婚 他所谓的父爸爸就会抛弃他 把他送回福利院 如果不是因为他 今天的我 会是个清闲自在的阔太太 会有自己的亲生孩子 会和自己的亲生骨肉 纵享天伦之乐 而不是被这个白眼狼养子 痛死我一辈子都欠他的 王卓是我的养子 并非亲生 在福利院做一公时 我第一次见到了他 那时的他 只有一岁 身形瘦小 嘴唇发子 整个人没有一丝生气 院长说 王卓因为有新天性心脏病 被亲生父母丢进了垃圾桶 好些人把上存一丝气息的他 送到了福利院 和前夫商量后 我们领养了他 然后开始跑遍全国给他治病 可是两年后 前夫却反悔了 他还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孩子 他让我选择 或者把王卓送回福利院 或者离婚 我一个人带着王卓过 我选择了离婚 当时王卓的病还没彻底治好 我怕他回福利院后会耽误治疗 一辈子就毁了 我靠熬夜做手工编制的收入 最终给王卓治好了病 他终于过上了 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并且顺利考上了大学 之所以一直隐瞒他的身世 我是怕他因此伤心 毕竟 最开始被亲生父母抛弃 之后又被养父抛弃 王卓自小就敏感自卑 我希望他能更多地感受人间阳光 而非恶意 只是 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 他会成为这样一个丧良心的白眼狼 虽然内心气到吐息 不过 同时我也很是庆幸 自己没把八千万的事透露给他们 否则 还不得憋屈死 我神情淡漠地看向他 王卓 既然你这么忘恩负义 那我们母子间的勤奋就到这里了 从此以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恩断义绝 说吧 我扶起行李箱就要离开 亲家母一把拉住了我 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 王卓是你儿子 他的人生 你要负责到底 你就这么走了 算怎么回事 而媳妇也在一旁帮腔 就是 只管生 不管养 太不负责任了 我忍不住冷笑 你们一个大学老师 一个大学毕业 怎么正不讲到底 根据法律 父母只有义务把孩子养到18岁 我已经把王卓养到了30岁 他还想怎么样 王卓却是火气更大了 你这不叫养我 是为你曾经的错误买单 你是我所有痛苦的源头 就应该负责到底 不说别的 我就问你 当初你生下我的时候 经过我允许了吗 我给气笑了 像他智障一样看着他 我白青云 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混蛋玩意儿 留着你这些恶心问题 问你自己亲爸去吧 说完 我挣脱了亲家母 开门走人 身后 传来几人的咆哮 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认了 真疼我不是东西 白青云 你可别后悔 老了病了没饭吃了 休想让我出一分钱 年纪这么大 没人敢和你签工作合同的 到时候别再来求你儿子 我停住了脚步 转过头去 你们还是操心一下自己吧 心里都有点数 你们住的这房 可是我买的 说不定每天 房子就住不了了 不如提前做做计划 趁早搬出去 而媳妇气呼呼地冲了出来 指着我的鼻尖怒吼 死老太婆 你休想打我房子的主意 这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写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跟你没有一定点关系 他这么一吼 我的决心反而更大了 我今天就把话聊账 哪怕花上两套房子的钱 我也不让他 落在你这群白眼狼手上 而媳妇像他傻子一样看着我 大笑起来 死老太婆 你真是疯了 还两套房子的钱 你现在连一千块都拿不出来吧 这是老娘的房子 谁也别想夺走 滚蛋吧 地贱的吓人 你就只配睡大街 说完 他碰的关上了门 我没再回应 也不打算继续生气 而是 一边安静地等电梯 一边搜索起本市的高端楼盘 我住最好的房子 对不起我卡上这八千万 当晚 我就住进了全市最好的五星级酒店 然后 联系到了老雇主的律师 让他想办法把房子给我追回来 之后 我又花了几天时间 详细了解了一下本地别墅情况 一周后 我就预约好了看房 选的是目前市场上最推崇的某别墅小区 只是 没想到地市 现场接待的 居然是亲家张海梅的侄女张恋恋 售楼处熙嚷嚷 虽然一套房动辄上千万 但由于是稀缺楼盘 还是吸引了不少购房者 我一进门 就见一个容貌略有些稚嫩的长发女孩 笑应应得迎了上来 你好 你是 需要我帮忙介绍吗 好的 麻烦你带我看看沙盘吧 我跟着女孩往沙盘方向走去 刚走了没几步 就听有人冲我这个方向吼了起来 谁核对的信息啊 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往里放 我抬头 发现居然是张恋恋 亲家母娘家的侄女 而媳妇渺小笛的表妹 虽然之前只见过两次 我却对此人印象深刻 总是一副高高在上 趾高气昂的模样 动不动就是有钱人怎样怎样 倒不是她自己多么有钱 而是 她的工作是别墅销售 客户大多不差钱 愣神间 鼻孔朝天的张恋恋已经走到了我旁边 怒目瞪我 白阿姨 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我瞥了她一眼 继续往前走 我买房子 怎么就不该来了 张恋恋拦在我前面 一脸嘲讽 你一个伺候人的保姆 买得起别术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不就是溜进来 想蹭吃蹭喝吗 你这种人 我见多了 周围人的目光 纷纷朝我聚拢过来 脸上或多或少露出鄙夷的神色 长发女孩轻声对张恋恋说 变恋姐 反正我也闲着 就带阿姨转转吧 来都来了 张恋恋推了女孩一把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指点我 女孩窘迫的垂下了头 张恋恋抬手喊起了保安 你们俩过来 把这要饭的 给我轰出去 整个大厅的目光 瞬间聚拢到我身上 都好奇地打量起我这个要饭的 我抬手示意保安停住 大声开口 我是来看房的客人 凭什么把我轰出去 负责人在哪 出来咱们对的话 各位看房的朋友 请大家留步给我评评理 保安见我丝毫不处 也没敢真的赶我 张恋恋倒也没再把我怎么样 双手抱胸 脸上一副看好戏的神情 你想丢人 我也不拦着 有个身着白衬衫的青年男子 一路小跑过来 磕磕气气地问我 请问贵客遇到什么问题了 我是销售部经理小黄 还没等我说话 张恋恋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口 黄经理 她是个蹭下午茶的 我正要让保安把她赶出去 黄经理点了点头 女士 方便再让我看一下您的资产证明吗 请您谅解 必须有银行的资产证明 才有购买资格 我谅出了证明 刚才进门的时候 已经看过了 张恋恋一把把证明夺了过去 两千万 你一个保姆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黄经理 这张证明肯定是伪造的 这人我认识 知根知底 咱们可不能被他给骗了 张经理似乎有些纠结 我干脆打开手机APP 直接亮出了银行余额 刚才的长发女孩 认认真真数了起来 个 十 白 千 万 哇 三千多万爱 周围人看下我的目光 瞬间变了 旁边还有人喊了句 有实力啊 大姐 张恋恋脸色一阵青 一阵白 她依然质疑我 黄经理 她这个APP肯定是假的 黄经理没头一拧 张恋恋 你够了 然后 她轻轻给我拘了一躬 阿姨 刚才对不住了 这员工有问题 公司一定会给她处分 我现在马上给您安排 最优秀的客户经理 我摆了白手 看像长发女孩 不用了 这姑娘就很不错 救她吧 黄经理有些犹豫 不瞒您说 小默她刚录制不久 我怕她 就她了 我态度坚决 今天的房子 我就想从她一个人手上买 黄经理立刻满脸堆笑 好嘞好嘞 小默 你服务好贵客 张恋恋神情复杂 惊讶里带着疑惑 疑惑里裹着愤闷 黄经理走后 她咬牙切齿动荡了句 不过是给主人跑腿的狗腿子 装什么装呢 我没理会她 指着沙盘上的楼王位置 对小默说 去看这套吧 房子我很满意 挑空客厅 大花园 还有一个二十多坪的阳光房 最重要的是 精装修 拎包入住 我当即决定 就她了 签合同吧 小默一脸吃惊 安姨 不再看看别的了吗 我有的是时间 可以多陪您选选的 不用 就定这套了 兴奋的光芒 从小默眼里动发出来 安姨 这是我上班以来 签的第一单 真的太开心了 您可真是我的幸运心 签约处 我接过合同看了起来 听到周围有人小声议论 嘖嘖 不会吧 这么高笑 一千五百万都不带眨眼的 有钱人真不把钱当钱啊 狗屁有钱人 没听张恋恋说吗 她就是个保姆 替主人跑腿的 现在的下人 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拦着雇主在外面装酷 不过 雇主是不是也太信任她了 几千万呢 就放她卡上 接着 我听到了张恋恋的声音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人家可不是一般的保姆 啊 怎么不一般 人家做的是保姆办 赔税的那种 靠 不会吧 都这么大年纪了 好不要脸啊 真是为了钱 什么都干得出来 被别人知道了 子女还怎么做人 我放下了手里的合同 小莫 麻烦你把黄经理找来 我想再买一套 周围瞬间一阵寂静 小莫睁大了眼睛 安姨 您确定吗 再买一套 没错 一套自助 一套投资 不过 需要黄经理帮我个小忙 黄经理很快就到了 脸上绽放着光彩 你好贵客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请您尽管吩咐 我已经看中一套房 买上签约 另外呢 我还想再买一套 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您尽管提 只要我能做到的 一定答应你 你们有的员工 污蔑诽谤我 实在让我不开心 我希望黄经理给我交代 黄经理扫视了一圈 目光落到张恋恋身上 张恋恋 你又做什么妖 赶紧给贵客道歉 张恋恋满脸的不服气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 我说的都是实话 她以前就是个保姆 现在给人当保姆办 这是她儿子亲口告诉我的 我抬起眼 目光刺向她 我儿子也亲口告诉过我 说你手上的房子 都是靠和业主睡觉才卖出去的 难不成 真的是真的 张恋恋瞬间破防 你胡说八道 死老太婆 你污蔑我 你也知道什么叫污蔑呀 看了一眼黄经理 她立刻心领神会 张恋恋你闭嘴 保安 把她给我拉出去 另外 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你被辞退了 张恋恋慌了神 瞬间泪眼淫淫 黄经理 我 我说的都是事实 她真的就是保姆 但是 黄经理却很是坚决 你违反了员工手册 辞退没商量 我冲保安挥了挥手 等一下 她还不能走 诽谤我的事 还没了结呢 说着 我拿出了手机 你好 110吗 十分钟后 警察到了 对张恋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并要求她当场向我道歉 否则 就依法拘留 为了避免责罚 张恋恋不得不违心地说了句对不起 临走时 狠狠弯了 我和小莫一眼 眼看她瞧不起的小莫 马上就能卖出两套房 她眼红的快疯了 签完合同 我现场付了两套房的房款 小莫激动得泪眼婆娑 我也没客气 愉快答应了下来 当天晚上回到酒店时 我接到了王卓电话 怎么把人家张恋恋工作给搅黄了 现在他们全家都来和我们要说法了 你看怎么办吧 我高兴回应 找你们 你们就收着呗 管我什么事 我早就说过了 咱们之间已经恩断一绝 你惹了事 却让我们承担后果 有你这么做人的吗 我火了 什么叫我惹了事 明明是张恋恋自找的 谁让她污蔑我诽谤我 这可是警察下的定论的 我可没冤枉她 要是继续追究下去 这件事也有你的份 王卓有些心虚 行了行了 就这样吧 啊那个 不知怎的 王卓语气突然软了下来 妈 你新雇主干嘛的呀 怎么这么有钱 而且 好像对你也很的错 哼 我算是明白了 这是又惦记上我的钱了 不管干嘛的 都跟你没任何关系 王卓 我在声明一遍 咱们之间已经恩断一绝了 说吧 我就挂断了电话 把她和所有人的号码都拉黑了 但是 没想到 搬进新家没几天 我就遇到了亲家母张海梅 她几个老姐妹走进了店里 刚进门就大呼小叫 你们店怎么回事啊 好好的琴 怎么让人乱谈 太不爱惜了吧 白青云 你洗手了吗 就碰琴 整天端屎端尿 伺候快死的人 手上有很多细菌病毒的 被脏手和病气污染过的琴 别人还怎么谈 她同行的姐妹 也都轻蔑地看向我 这就是你那个保姆倾家母啊 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干嘛乱动 真是没素质 一个头发高高盘起的女子 鼻地看向我 最烦这种装闭的 恶心 两个店员有些无奈的 看了几人一眼 其中一个安慰我 阿姨 您是吧 琴摆在这里 就是让人谈的 不买也没问题 我点点头 坐了下来 开始翻琴图 另外一个店员试图打圆场 各位阿姨好 想买什么样的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张海梅冲我发了个大白眼 本来想买的 但是 影店根本就不爱吸琴 所以 就不买了 我对旁边的店员笑笑 我是完了 再确定买哪个型号 今天是一定会买一台的 盘发女子文言 停下了脚步 还真是个装闭犯 说着 一屁股坐了下来 我就在这儿等着 付钱的时候 你可别找理由逃跑 张海梅拉拉拉盘发女子 走吧 咱们到别处逛 和这种人待久了 沾病气 她已经从张恋恋那里听说了 我给所谓雇主买别墅的事 所以 知道我也许真的会买 此刻 离开才是最佳方案 以免被打脸 但没想到 盘发女子却很是倔强 我八字硬 才不怕这个 不亲眼看 这桩币饭露出原形 今晚我睡不着 其他几人也都停下了脚步 张海梅梅哲 也只好留在了店里 我找到了一首喜欢的曲子 弹奏起来 弹发女子嘴撇到一边 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点旋律都没有 既然不会弹 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吧 让我身旁的店员 却鼓起了掌 安姨 您弹得也太好了吧 您这曲月光 是我在店里听到的 弹得最好的了 弹发女子翻了白眼 醒了小伙子 买不起就是买不起 拍马屁也没用 就在这时 几个年轻人进了店 默默站在了我身后 等我手指从琴键上一开时 他们也哗啦啦鼓起了掌 哇 阿姨弹得好棒啊 我钢琴十集 这曲子都没您弹得好 确实 阿姨弹出了月光的朦胧感 这是高手在民间啊 张海梅满脸疑惑地看向我 显然她不明白 为什么我居然弹这么好 这其实得益于 我那去世的雇主 她是为真正的大家闺秀 十年间 教会了我琴棋书画 谈发女子 见又有人真诚称赞我 窘迫地低下了头 然后 有些气急嘎嘎地嚷了起来 会弹个破曲子 有什么了不起 有本事倒是把钱付了 我也确实挑选好了 于是 把银行卡递给了店员 谢谢阿姨 一共25万 输入密码 成功付款 阿姨 您方便提供一下姓名吗 我这边去给您开发票 好的 白青云 边说着 我边写给了店员看 谈发女脸色一白 瞪了张海梅一眼 你不是说她穷保姆 给别人买的吗 张海梅飞着脸走上前来 这钢琴居然是给你自己买的 之前的两栋别墅 难道也是你自己买的不成 我笑了 写的是我名字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 张海梅表情变得精彩起来 交织着震惊 怀疑 极度与后悔 白青云 你一个伺候人的保姆 哪里来这么多钱 这个用不着你管 张海梅冷哼了一声 肯定是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非法勾当 盘发女子跟了句 不会是诈骗犯吧 这个来钱最快 一个一直没说话的卷发女子 顿时就炸毛了 什么 诈骗 所有诈骗犯都不得好死 不得好死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她已经报了警 喂 110吗 这里有个诈骗犯 你们快来抓人 她挂的电话 就歇斯底里的冲到我旁边 试图撕扯我 所幸两个店员倒呼住了 从她的哭号 我终于明白了 此人发疯的原因 原来半年前 她被人骗走了一百多万 至今一分钱都没追回来 对诈骗可谓恨之入骨 警察很快就到了 颇为戏剧性的事 居然就是上次 我买别墅时出警的那两位 熟人相见 略微有些尴尬 大姐 又是您报的警 卷发女子大喊起来 我 是我报的 她是诈骗犯 警官 你赶紧把她好起来 警察无奈猝眉 这位女士 你有什么证据 卷发女子嘴唇哆了两下 证据 当然是你们自己去查呀 我只负责提供线索 我就问你 一个底层保姆 又是买别墅 又是买钢琴 这不奇怪吗 警察叹了口气 也许 人家是彩票中奖了呢 张海梅不干了 她一个纯种克星 怎么会有这运气 生下来不久 就克死了亲妈 还没成年呢 爸爸就去世了 然后 年纪轻轻就离了婚 结果嘞 前夫飞黄腾达了 没知识没文化 找不到挣钱的工作 只能伺候人当保姆 这种人 怎么可能中彩票 发财只能捞片门 警察绿色看向她 这位女士 你这么说话 是对人的极大不尊重 网中了说 涉嫌诽谤了 张海梅不得已闭了嘴 我有些五味杂陈 自己这大半辈子 过得确实辛苦 小的时候孤苦无疑 离婚后又养力对白眼狼 只是没想到 自己最痛的地方 会成为别人攻击的入口 要说克星 分明是张海梅母女 还有王卓在克我 不过 首先我看清了 这群白眼狼的真面目 我直接把银行卡余额 对到了张海梅面前 不想我好事吧 可惜老天有眼 硬把好事强塞给我 看到余额了吗 我就是发财了 而且还是正规途径 接受不了是吧 就气死你 你不是说我捞片门吗 那就去告我 我等着 张海梅手上水灰 硬声掉落 我似乎听到了 他心碎的声音 五千多万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进而 他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算是明白了 所以你才要和你儿子 断绝关系 有钱了 就抛弃自己的亲生儿子 白清云 你可真够心狠 我马上给对了回去 张海梅 你少混小时听 当初 我本来是想把所有钱 都交给你女儿和我儿子的 结果呢 你们娘仨却嫌我辞了职 以为我想在家吃白饭 联合起来把我扫地出门 要知道 你们住个大房子 每一分钱都是我除的 你们不但把我赶出去 还让我给隔壁小区老头 当保姆办 补贴家用 你们心自问 你有哪怕一定点良心吗 本来你们全家 都能靠我住上别墅 享受人生 但是 现在 不可能了 要怪 就怪你们 自己心肠太黑 忘恩负义 大家评评理 这群白眼狼 是不是活该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 张海梅满脸胀红 你 你 你胡说八道 我们才没有让你 去当什么保姆办 啊 是吗 要不 我现场把录音放出来 让大家都听听 张海梅以为我真有录音 立刻就怂了 录音肯定是你加工剪辑过 污蔑我们的 我才不要听 哼 白青云 你这么心狠 会遭报应的 说完 他也不和朋友打招呼 一个人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事情终于以我的胜利告一段落 不过 我知道 还远没到彻底结束的时候 为了我的钱 他们后续肯定还会整活的 只是没想到 王卓会如此拓不及待 第二天一大早 物业给我送上了一大束花 说是有人放门位去的 花树里埋了一张卡片 写着助我中国快乐 署名是爱子王卓 我呕了一口 把花扔进了垃圾桶 拍了张照片 发给了门位 告诉他 下次那人再送花 必须去收 并且把垃圾桶照片 发给他看 主打一个当面侮辱 那之后 我确实没再说过王卓的话 不过 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选择了在小区门口蹲守 天天蹲 连班都不上了 见到我就下跪磕头 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妈 您别生我气了 回家吧 妈 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 您不会这么很心吧 我实在嫌他恶心 只好买了辆车 请了司机 每天乘车进出 坚持了半个月后 王卓见没笑过 才终于放弃了 但他又想到了别的招 居然找到了我前夫 自那之后 事情开始朝着我 从未预料过的方向发展 他像得了失心疯一样 得不到的 就毁掉 某天下午 我接到了前夫电话 已经二十多年没联系 我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找到我号码的 我得和你说一声 王卓去找我了 哭着让我劝你回家 我也不知道 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我只是告诉他 他不是我亲生的 不管发生什么 都和我这个外人 没半毛钱关系 没想到 压得居然说我撒谎 又到我公司去闹 我只好去和他 做了亲自鉴定 这才消停了 不过 我信守了当年承诺 没有告诉他真实绅士 总之 现在的情况是 我不是他亲爸 你还是亲妈 挂断电话 我开始等王卓 再次上门找我 然后 我会把绅士告诉他 让他去找自己亲爸去 和我彻底了断 不过 没想到 王卓没再来找我 而是在筹谋毁了我 大概是接到前夫电话 差不多一周后 总觉得 别人看我的目光 变得和以前不一样 我本没太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 当初卖我房子的小莫 给我打来了电话 安姨 我相信您是好人 您别太难过 我一头雾水 询问了小莫才知道 原来 自己居然是网上名人了 臭名昭著的那种 白眼狼王卓 如今天天在斗斗平台直播 痛使我这当妈的多么恶劣 我特意下载了斗斗 点进了王卓直播间 直播间名字居然叫做 我的亲妈是个三 还真是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我实在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成三三了 看了王卓的直播内容 以及过往切片 我终于弄明白了原委 和前夫做了亲子鉴定后 王卓知道了自己非前夫亲生 但依然认为 是我亲生的 他很容易得出结论 我婚内出轨他人 生下了他 而前夫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和我离了婚 鉴于我婚后没有再婚 他就判断 他真正的生父 其实有自己的婚姻 也是婚内出轨了我 也就是说 我是插足他人婚姻的三三 于是 王卓开始在网上声讨我 我的亲妈是个三 只管生 不管养 为了自己潇洒 还断绝了和我的关系 到头来 我连自己亲爹是谁都不知道 可是我有什么错 是我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吗 我的三三妈真厉害 58岁100年纪了 还能靠勾人住上大别墅 虽然我妈是个三 但我与三三不共戴天 由于内容炸裂 很快直播间就爆满 吸引了大批吃瓜群众 有同情的 也有骂的 还有称赞他大意凛然的 不过 正是因为大家观点不一致 经常吵架 才让他流量更可观了 直播带货 倒得风生水起 甚至 居然还收获了一帮同情粉 天天给他打赏 号称让他感受真正的母爱温暖 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所有的三都不配当妈 这个三好恶心 但是 儿子确实是无辜的 这种到处勾搭人的 一定得脏病了吧 期待他不得好死 很快 就有人扒出了我的信息 把照片和住址贴在了直播间 如今 我怕已经是全网最知名的三三了 律师打来电话 说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迅速解决问题 我让他暂缓 既然已经开始闹了 那我必须先奉陪一波 我也开通了直播间 名字就叫 王卓的三三妈 我先到王卓直播间 刷了几千块的礼物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然后 又吼了几嗓子 我就是王卓口中的三三妈 王卓不是想知道 自己亲爹是谁吗 来我直播间 马上揭秘 欢迎大家来捧场 我准备了一百万红包 先到先得 几乎是转瞬间 我就把王卓直播间的流量 全都导进了我 自己直播间 我也没含糊 红包一轮一轮散 直播间里感谢的话 铺天盖地 有许多人甚至开始 喊我亲妈 太热度差不多了 我宣布直播正式开始 上来先给自己辟谣 首先 我没给任何人当过三 王卓这是污蔑 我已经固定了证据 后续会报警 另外 我现在是有点钱 但那是合法收入 是我做保姆时的雇主 留给我的遗产 差不多八千万 说完 我把证明文件 放进了直播间 弹幕瞬间就爆了 什么神仙雇主 居然给保姆留了下八千万 求当保姆 给我八百万就满足了 还是选我吧 我只要八十万 为防止有人误解 我和雇主的关系 我又贴上了 我和她的打马合照 我的雇主阿姨 是为名门闺秀 膝下无二无女 所以才把遗产留给了我 去世后 她把房子捐给了国家 现在可以免费参观 大家去京市的时候 可以顺便去看看 不过 弹幕里 还是有人提出了不满 合法收入又怎么样 一分钱不给自己孩子 你真够心狠的 这种人最自私了 孩子用到他的时候 他去人千里 等老了需要照顾了 肯定又去儿子家闹 撒乎耍耐 我继续耐心解释 当时拿到遗产后 我其实是想 全部都给儿子儿媳妇的 但没想到 他们却要把我赶出家门 还让我给一个大爷帮保姆办 所以 我一气之下 才打算和他们断绝来往 说完 我放出了一段音频 是王卓给李大爷 打电话时的录音 李大爷近几年有些老糊涂 总是胡乱给人打电话 说一些有的没的 为此 李大爷女儿 特意设置了所有电话都录音 我也因此 拿到了难得的证据 直播间再次费腾 不是 这儿子也太炸链了吧 为了这么点钱 居然让自己的母亲干这种事 要是我儿子敢这样对我 我绝对一巴掌把他拍死 我支持和这种 我先儿子断绝关系 已经没有基本的人性伦理了 我笑了笑 回复网友 其实 我们之间 根本不需要断绝关系 回应我的 是满屏幕的问号 我继续解释 因为 王卓根本就不是我亲生的 只是我的样子 刚出生没多久的他 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 被自己亲生父母扔进了垃圾桶 我好心收养了他 并且花光继续给他治好了病 至于为什么会离婚 也不是因为我出轨 而是因为 我前夫想生养我们自己的孩子 如果继续养育王卓 就和我离婚 为了王卓不至于再回到福利院 也为了不耽误他的治疗 我无奈选择了离婚 为了他 我这一辈子 没能生育自己的孩子 我给他治好了病 又供他读了大学 还有我当保姆赚的钱 给他买了房 这房子 他一分钱没出 却不允许我住 如今 又在网上各种误蔑我 说我是三 说我勾搭人赚钱 我请问大家 这种人 我该怎么应付 我顺便贴出了 给他治病期间 所有的交通票据和治疗收据 本来是打算自己留纪念用的 没想到 居然以这种方式发挥了作用 许多人又跑回了王卓直播间 直接开马 真是长见识了 好恶毒的白眼狼 不仅不感恩杨母养大自己 反而还造他黄谣 助杨母买的房子 却把杨母赶出家门 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什么玩意儿 干啥啥不行 诋毁第一名 把我打赏的钱还我 杨母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养出你这样的人渣 王卓一脸怒火 你们怎么听风就是鱼 我怎么不是亲生的 他心虚 他撒谎 如果不是亲生的 他会花这么钱给我治病 谁都不是傻子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 你们别被他给骗了 又有网友回到了我的直播间 要求我拿出证据 我二话不说 贴出了收养登记证 国家给的证 支持查询 这下 质疑的网友彻底没话说了 又回到王卓直播间 开启了炮轰模式 王卓依然顽固抵抗 不是亲生的又怎么样 给我治病又怎么样 是我求他给我治的吗 如果当时不给我治 我现在已经重新投胎过 更好的生活了 像他这样 随意干涉别人因果的行为 就是逆天行道 这番言论 直接把网友彻底激怒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大家都快快转起来 必须让他现实中的朋友 认清这人是什么样的货色 举报举报举报 如果这种人继续直播 你我都有责任 不到半天时间 舆论便已经彻底反转 王卓从受害者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直播间也在当天被永久封禁 对于他的侮辱诽谤行为 我报了警 王卓喜提行政拘留十天 又过了半年 我拿回了我的房子 苗小笛马上就和王卓离了婚 王卓从此以后 彻底淡出了我的视线 又过了几年 听一个朋友说 他认去了米国 天天在网上直播 说米国的空气有多香甜 赚钱有多容易 生活有多幸福 我有点好奇的 去搜他消息 发现 他已经成了大街上的流浪汉 目光呆滞的啃着硬面包 时而大哭 时而大笑 他 疯了